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想問一下導演 我今天沒有東西 你叫我要開箱什麼 我跟你講 我今天幫你準備了最近 討論度非常高的這個 備份豆腐頭 是備份豆腐頭 我不是白色那一顆 我們是粉紅色的 根據這個產品有幾個問題 OK 好 你說 第一個是 它的安全性問題 因為我看新聞好像講的好像 插上去就可以看到別人的資料了 對 這不就一點保密性都沒有 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在用 我先講安全性的問題好不好 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它其實是 不安全的 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像這樣備份的豆腐頭 像這一款 它是要插MicroSD卡 那插卡以後 你知道 你把你的資料 備份在記憶卡裡面 把記憶卡拔走以後 插到電腦 你知道你就可以讀了嗎 我有色密碼 一樣可以直接讀 可以讀 好 第二個 你今天有插了SD卡 人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MicroSD卡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用你的手機 透過它做一個備份 備份 你剛有說一個重點 加密碼 對 密碼有兩件事 第一個是密碼 有可能你記得 那有時候 有人會忘記密碼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知道嗎 有設了密碼 但是 你拿另外一台手機來 把它插上去 它不用密碼 就可以進去看你的資料 你知道嗎 我怎麼會這樣 我有設密碼 所以我的密碼只針對我 密碼是針對你自己設的 它沒有針對我 這是它的BUG 這好大的一個BUG 不然你自己用的是哪一種呢 好 這是回到你的第二個問題 這是我在用的 就是它 白色的備份豆腐頭 你也是白色的 我白色的 為什麼今天拿了一個全新的 這個是我之前 我之前 我自己在用的 就是iXFresh Cube的這個牌子 這新版本 是Type-C的 為什麼Type-C你知道嗎 因為它可以支援PD快充 因為現在iPhone都是C to Lightning 這一顆 就有支援C to Lightning的快充 那這個是我之前的 它上面是USB-A的 所以如果你是之前是USB-A的 也是可以用 它很安全 有幾個地方 我必須想 第一個 剛剛我們看 另外一版的 它要插MicroSD記憶卡 對不對 但它不用 它直接就在裡面 一體的 一體的 最小到128G 最高可以到1TB 第二個是 你今天在快充的時候 你手機也可以快充 在第三點 是我個人覺得 它最棒的地方 它可以設定信任圈 那信任圈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比如說 導演 我們兩個人 他就信任對不對 但如果他不是在信任裡面的 沒有人可以去讀到裡面 任何的資料 就是我們兩個組一個小圈圈 人進不來 對 你知道它可以最多組幾個小圈圈嗎 八個 我有兩支iPhone 一個iPad 我就佔掉三個名額 是不是這樣算 是吧 不是 它是任Apple ID的 所以它最大可以支援八個Apple ID 也就是說 以我們家來講的話 我跟嫂子 就兩個 兩個Apple ID 頂多加公司的 就是三個Apple ID 所以它不管你一個Apple ID裡面有存了多少個平板手機 它都會把你歸類到這個名 FID裡面 這個ID下面 我們講這麼多 我今天就拿一個全新的 我們就來實測 然後順便再講它其他的優點好不好 好來各位 我已經準備了 這是我們家的30W的快充插頭 把它插上去對不對 有充電了 有沒有看到 有充電了對不對 出來了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到App Store 就這邊你就按取得 好你看安裝好對不對 來點下去 相簿存取 他說我們需要同意 對不對 你就按我了解了 允許取用所有照片 這裡 有沒有看到最上面這邊 有個叫自動備份 這裡 你要把它打開 你知道有時候iPhone 它拍照有另外一個格式對不對 對 那它可以直接幫你轉換成JPG格式 很方便 備份進來對不對 它連iCloud上面的內容 也可以直接備份在這裡面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好這時候你按開始 唉唷 你看 處理中 開開備份了 而且我們這支手機裡面 都是什麼你知道嗎 影片 都影片 通常就是今天當你 設定好以後 對不對 你只要插上你的手機 它會自動幫你備份 但你可不可以手動 可以 這粒 按下去 就可以變成你自己手動備份 好那我們先讓它備份一下 我們已經備份了三分之二 快備份完了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它上面有個還原功能 這還原功能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有時候你手機拿你是備份好了 但有時候你手機真的不小心壞了 那你壞了 是裡面檔案照片跟影片 如果你沒有備份在iCloud 是不是什麼都沒了 這個時候你就去買一支新的iPhone以後 插上它 它就可以幫你整個還原回來 這邊上面就有一個還原鍵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好用 第二個是 我現在才備份一點點時間 可是 因為我用的是什麼 C to Lightning 所以它是什麼 快充 你知道電力已經幾%了嗎 96%了 充電快 然後備份又快 老闆我有個疑問 就是還原的部分 那還原回去之後 那我檔案的時間那些 它會是新的嗎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它最貼心的地方 是比如說 我2019年有去舊金山對不對 所以它還原回來 它就是那個時間點還是在2019年 它會按照你在手機裡面原本的時間 備份過來 還原回去 又是原本的時間 好你看 來這裡 處理完成 有 46部影片 跟309張照片 共404個 OK 那我們剛剛有說一個什麼 信任圈對不對 那怎麼做呢 你到右下角有個設定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 目前是唯獨對不對 那這邊有個密碼保護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好 那這個就有一個鎖定 有沒有 iExpress 確定 你有沒有看到我登錄 我不用輸入任何密碼 你有發現嗎 如果你是Touch ID 它就是支援Touch ID 然後如果你是人臉解鎖 它就人臉解鎖 使用者名稱 你有沒有看到 使用者名稱 確定 好 密碼保護已經開啟了 那你看到這邊有沒有一個信任圈 三個字 我的信任圈 你有沒有看到已經出現第一個了 我一開始有講 它最多可以有八個Apple ID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這 左上角這裡 信任圈 以設定為密碼保護 我們來演一個情境好不好 某天 導演拿了他的手機 然後呢 想要進來我這裡對不對 插上去 可以充電 他把你充電了 沒有熱反應 充電 如果我不會有安裝這個Apple的話 好實測嘛 我們先來安裝 這是導演自己下載好了 這款APP對不對 好 來我們把它插上去 充電了 充電了 你的裝置沒有被授權 安全性夠高 你看 設定對不對 然後選擇什麼 密碼保護 這邊有一個什麼信任圈 你有沒有看到 有 按下去 好這個是你對不對 對 好那我按一個加 你看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信任碼 拔掉 插到13mm以上 確定 iPhone13mm確定 我的手機或你的手機 然後你都可以透過他來做備份 我現在看那個 備份好的資料夾 他是怎樣呈現 你說備份好的資料夾嗎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X-Cube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備份 iPhone13 mini 因為你的還沒有備份過來嘛 對 所以如果有的話 其實 在這邊他就會有選項 你有沒有看到 他用年 2020年 2021年 這是2020年的 都是影片 所以剛剛為什麼那麼久 怎麼樣導演 夠安全吧 然後他的功能又多吧 這一顆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隨身碟使用 另外的部分是 如果你覺得 這一顆 人家想去竊取你的資料的話 他已經鎖定 沒有在我的信任權裡面 所以你今天把我這顆插頭偷過去 他只能充當什麼 充電而已 採購 幫我去爭取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我想要來賣他 看可不可以賣 那導演 我送你好了 要不要我今天這顆 測完送你 那你把我收到你的信任權裡面 做一個 可惡 完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